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复旦大学三权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议举行 百年五四中国梦 强国振兴 复旦兴 文艺晚会举行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开馆一周年 陈旺道与五四座谈会举行 不忘初心跟党走 青春建功新时代 主题教育活动举行 复旦大学举行第七届读书节活动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4月28日下午 三权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议 在光华楼东府楼202报告厅举行 校党委书记焦阳出席并讲话 校长许宁生主持会议 校党政领导出席活动 焦阳在讲话中指出 深化三权育人综合改革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必然要求 是落实立得数人根本任务 加快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要求 也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 许宁生指出 三权育人是落实立得数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是构建学校大司政格局的重要抓手 也是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 会上 刘成功 尹东梅 周亚明 徐雷 分别就学校三权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创优行动计划 书院立得修身三年行动计划 强师行动计划 课程司政建设推进计划等四大行动计划进行了介绍 对三权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学校第一阶段重点推进的任务做了具体部署 4月30日晚 复旦青年的爱国之情化为歌声 响彻在具有团结 服务 牺牲光荣传统的校园上空 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由校团委和艺术教育中心联合举办的 百年五四中国梦 强国振兴 复旦兴 文艺晚会 在校徽堂北堂举行 交扬代表党委向全校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 他希望广大团圆青年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发扬五四精神 晚会上青年师生们以朗诵弃乐 声乐 舞蹈 音乐剧等丰富多元的内容和形式 在线复旦先贤英烈 在风雨如盘岁月中的奋斗历程 抒发当代复旦青年建功立业新时代的豪情壮志 会上霍五四平忧的优秀学生大表站上向辉堂舞台接受了颁奖 4月30日上午 陈旺道与五四继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开馆一周年座谈会 在国府路51号陈旺道旧居举行 杨浦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东昌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成功出席活动 并为掌管成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揭牌 2018年5月3日 陈旺道旧居完成修缮和布展并面向公众开访 开馆一周年之计适逢五四一百周年 在座谈会上 牛成功感谢各级党政部门旺道老校长金属 各位专家和各建设单位的大力支持 表示要把共产党宣言展示馆越办越好 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大学办学的鲜亮底色 让复旦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上海市党史学会 档案馆的专家和学者 围绕陈旺道与五四展开了研讨 会上宣言中意信仰志愿展示馆画册首发 富丹大学新闻学院学生 真理的味道主题文创产品发布展示 陈旺道家属陈振兴先生 朱良玉女士追加捐赠陈旺道真道 不忘初心跟党走 青春建功新时代 5月4日上午位于国福路51号的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前 红旗招展春季勃勃 复旦大学学生纪念五四运动 一百周年主题教育活动正在举行 立志作树立远大理想 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责任 勇于抵律奋斗 练就过硬本领 锤炼品德修为的复旦青年 活动现场 复旦共青团向全校青年发出倡议 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提出的期望 呼吁青年人要以永久奋斗的姿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 伴着冉冉的朝阳 复旦大学国旗护卫队护卫国旗出场 肃穆端庄的步伐 踏着复旦青年的铿锵之势 现场师生齐声高唱国歌 抒发爱国的权权之心 现场学子共同聆听了铭记历史爱国奋斗的配乐朗诵 纪念活动的现场氛围 在一群歌唱祖国的大合唱中达到了高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唱出了青年学子对国家未来的信心和希望 在第24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 4月22日下午 复旦大学第7届读书节 即会员共享上海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赛启动仪式 在复旦大学举行 本次活动是复旦大学联合上海部分高校 提升大学生数据素养 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 开幕式上上海市经信委总工程师张英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永志 和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成功分别致词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彭希哲 管理学院教授黄丽华 华院数据教授宣小华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韩景替 和浙江大学教授黄晨等五位专家 围绕数据阅读和研究创新 开展了精彩的主题对谈 来自同期大学等11所高校图书馆 以及复旦大学校内有关单位负责人 参加了开幕式 此次读书节系列活动 和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赛 以数据阅读为主题 鼓励高校师生及科研人员增强数据思维 提升数据分析与运用的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比赛的形式 鼓励上海市高校师生基于开放数据资源 进行创新应用与研究 下面一起来浏览一组科研扫描 中国语言学研究成果 首登自然主刊 复旦大学经历团队 揭示汉藏语系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 起源于中国北方 基础医学院袁正宏课题组 合作研究成功建立 体外维持成熟干细胞功能的新方法 并应用于病毒学 附属华山医院洛肖群 上海医学院行亲和联合课题组 首创柳弹黄笔定 所致重症要诊个体化预防方法 复旦大学陈兴栋 所臣团队合作研究揭示 饮酒和遗传交互作用增高 使管灵癌患病风险 最后一起来浏览一组校园快讯 5月11日 复旦大学本部篮球场人头传动 海外文化交流日再次举行 同学们可以现场感受 来自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等地的抑郁风险 5月12日下午 复旦大学弦乐团在向徽堂前 举办了一场草地音乐会 为现场的听众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 5月12日晚 复旦大学十大歌手办决赛 在公会礼堂举行 经过三轮比拼 最终产生了十位晋级选手 组成本年度十大歌手阵容 4月26日下午 复旦大学生命文化节 三行别言线下征集活动 在光华楼前举行 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了 关于生命的思考中来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